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程是 机械学习课程7 Training跟Testing Data的一个Split的一个分割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Training Data训练集 还有Testing Data Set测试集 以及Testing Data跟Training Data 我们如何去运用它 那在整个测试跟训练 我们的模型最重要的是 如何能够找出好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如何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分割 那今天的程式范例演练有两个 一个就是利用二手车的一个程式范例 我们来做拆分资料 那第二个程式范例 我们用Iris经典的Data Set 来去做一个资料的一个分割 以及所谓的程式演练 那今天相关的程式范例 可以参观参考SK-Learn里面的Training 跟Testing的Sprits的资料参考 今天所有程式的范例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机械学习课程期Training 跟TestingSprits你可以下载自行来练习 好就让我们开始吧 在机械模型的流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看着需要有一群 要一笔一些很多的资料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就是包含所谓的你需要有一个测试级 你要有一个训练级 所以在整个的流程里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模型里面 一直放进所谓的测试的资料 还有一个标签 已经被标签的一个训练级的资料 然后这时候我们放到模型里面去做训练 然后训练完成了以后 然后我们将我们要测试的资料 放去做预测 跟实际的预测的测试资料 我们来去做个比较反复的 那在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介绍过所谓的overpitting 过度的撮合 也跟大家介绍过什么叫underpitting 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训练级的资料 来跟我们的模型做个匹配 OK 然后再去对一个新的资料 去做一个正确的预测 如果被训练的模型 无法对新的数据做出一个很好预测的时候 我们称为overpitting 好 那在训练模型的过程里面 就会有所谓的训练级 那训练级里面 我们又可以分成所谓的training set 跟validation set 那将我们的模型能够测试好 训练好 然后用validation的data OK来去做一个测试 选择比较好的model出来 来预计准备对所谓测试资料 来去做个预测 好当我们的模型经过所谓的初步验证了以后 那我们就要将这个模型来去对我们的测试资料 所谓的test data去做一个比对 好 所以我们大家介绍过training set跟testing set以后 那training set跟testing set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训练级跟测试级的资料来去训练 OK来评估我们的训练模型 那怎么去训练呢 那在我们有一笔的资料 我们如何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测试我们的模型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如何将我们的这些资料 来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分割 来去训练我们的模型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表 我们就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把训练级跟测试级 分成所谓的一般来讲是80、20一开始 然后把它分成两个 将一个的数据级分成两个数据级 然后包含着训练级跟测试级 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OK然后把training data training label放到我们模型去做训练 然后把testing data 跟testing label来去做一个预测 然后去看出我们的模型的好与坏 那么我们将这个模型导入了以后 就会发现有所谓的测试跟训练 有所谓的误差 我们反复的去做更新 好 正如下图所示 我们如何去把一笔的资料 分成所谓的training跟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 第一个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资料级要有足够 足够大 然后整个的资料级能够代表的是 我们真正所要训练我们模型的代表 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训练级里面的特征 来去做我们的测试 那么假设我们要满足前面这两个条件 那么我们就需要训练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数据的一个模型 正如这两张图一样 好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笔的training data 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这时候把我们的资料放进去 来去做一个判别 但是你可以在所谓的测试的结果发觉出来 它并不是测试的很好 你有发觉很多的判决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分类 好 在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机械学习的模型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有看我们的训练级的资料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的训练级测试的资料的训练的结果是非常好的话 那并不代表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是一定会很好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在我们的训练级上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在测试级上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群的资料 这个资料级能够分为所谓的80-20 然后训练完毕了以后 能够在所谓的测试级里面能够达到99 甚至更高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对我们已经被训练完毕的模型 在测试我们的资料之前 先拿一笔资料来去对模型 先去做个测试 先来做个评估 然后选择最恰当最好的一个模型 然后再来去测试我们的测试资料 那不是更好吗 好 正如刚才所解释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就可以很轻松很清楚的可以了解了 我们把整个资料分成所谓的training set 跟validation set跟testing set 那也有人把validation set称为developed set so depth set OK 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资料分成三个区块 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验证我们的模型 挑出最好的一个组合 然后对我们的测试机来做测试 好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pepper 就是小的秘诀 我们对于所谓在测试机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料 重新再refresh 可以在测试机跟验证机 也是一个很大帮助 或者说是重新restart 重新开始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reset 这样它对我们两个资料不重复性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好 那我们在整个资料训练里面 我们一直在更新的权重bios 减少这个所谓的loss 可以减少loss里面的学习率 优化学习率等等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机械学习的一个流程 好 反复的练习 好 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 好 我们先来看城市范例演练 这边有一个城市的一个资料集 叫做一个车龄跟所谓的里程数 跟售价的一个资料表 资料不大 只有20笔的资料 它有所谓的里程数 年限跟卖价 好 我们用所谓的dataframe 把它read进来 这时候我们再导入metaplotlibs的一个绘图资料 然后我们把里程数跟车价 还有所谓的车龄跟车价 OK 这两个资料我们把它绘图出来 自己做一个对照表 里程数跟所谓的售价 之间的一个图形的一个显示 的一个相对关系 还有所谓的车龄跟售价的一个相对关系 好 当我们看出来这两个图形的以后 然后我们将x把我们的 训练我们这个所谓的模型把所谓的里程数跟年龄 当成是我们的x 然后把我们的售价当成是y 好 这时候我们从我们的sqlern里面的model selection input所谓的training set training跟testing set 的一个split一个function 然后透过这个地方 我们把所谓的x跟y 刚才所定义的这两个的x跟y 这两个图我们按照70%跟30%的一个比重 去把它去做一个split 分成所谓的xtraining data ylabel data xtraining data xtesting data跟ytesting data 好 我们去把它去执行一下 在所谓的sqlern的model里面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xtraining data里面到底有什么 total里面有20笔的资料 OK 我们把它分成所谓的70% 30%的training data 里面包含的所谓的里程数跟车龄 我们再来看一下x的testing data里面的30% OK 20笔里面的6笔 OK 包含的测试集的资料 我们把这所谓的20笔资料分成所谓的16笔 14笔跟6笔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y的training data 就是所谓的label data 我们来看一下y的training data里面 年限对所谓的售价 我们再来看一下y的一个资料 的一个split分成所谓的xtraining data training data跟testing data 好 这时候我们再import我们的所谓的linear regression 我们来去做一个线性违规 然后去训练一下我们的模型 好 很快的因为资料不大 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些资料训练完成了 好 这个模型训练完成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xtraining data 那30%就是所谓的6笔资料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去把x data 放到我们的所谓已经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这个classified linear regression里面的predict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就把这6笔资料里面 我们来去做一个预测 这边有一个价格表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y 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把x data放进去以后 去做x的预测 然后实际上y是多少呢 y就是所谓实际这个的实际的价格 好 预测价格跟实际价格 我们来去算它的一个score 一个结果 把x跟y实际值跟预测值 我们来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表示 我们发觉是0.1716 好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做 去把所谓这些的变数 去做一个所谓的random state ok 在所谓的training跟testing split里面 也有一些的参数使用 大家可以到sqlern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sqlern selection的training跟testing split 这个function里面有很多的解释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了解 什么叫random state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在这方面的应用的使用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data 已经变成所谓的x data 跟这边是不一样的 的sqlern 所谓的random去了 它产生一个变数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说 重新来去验证我们的所谓的model 是不是好有坏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第二个程式办理 如何将iris的资料集 还记得的话是150笔三个分类 好 那我们先导进去所谓的绘图的模块 metapartlibs 然后我们将所谓的 这150笔资料分割成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training data ok 跟所谓的testing data 80% 20% 好 这时候我们从sqlern里面的dataset import 所谓的iris的一个data的一个set 进来 好 很快的我们就loading出来 我们把iris就等于所谓的loading的 这个iris的一个资料 然后我们把所谓的iris的data跟target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正常的考虑 这边有些文字的系数 好 当我们进来了以后 我们来看x被分类的training data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前五笔资料 好 有四个参数 四个特征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label 我们label里面的话 我们看全部的label里面 有150笔分成三个类别 好 这时候我们把它也可以做成50% 也可以80% 20% 这是一种常来 那我们这边的一个案例的 程式案例是50% 50% 好 我们用sklern里面的model select 的所谓的training testing split 把所谓的x跟y的data 去做一个所谓的分割 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所谓的training data 已经被切割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testing data的label 所谓的training的y跟testing的y 各分成50% 50% 好 这边也有一个小秘诀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所谓的分成切割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料 用这个的一个几个简单的指定 来去做上面的解释 我们把它分成所谓的training set dev set 就是validation set 跟所谓的testing set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资料变成所谓的3333333 这个就是所谓的training set 这就是dev set 就是validation set跟testing set 好 training set也是一样 我们分成这样子来看 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几个小指令 大家可以多练习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把这两个combine上一块一起做做看 好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所有的资料 training set 还有testing set 好 这时候我们就用所谓的 我们来去做评估 还好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在谈资料的一个 的一个切割跟分类 所以我们不谈 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谈所谓不同的演算法 而如何来提升所谓的辨识率 好 我们先来看 用kmn来去做iris的一个模型评估 的资料库的一个评估 我们发觉它的准确率是0.96 那大家一定想要问说到底对的是什么 错的是什么 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以我们发觉正确的部分的一个评估 可以看来在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会想问说 那正确的我们可以显示的出来 那错的可不可以显示出来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用几个小指令 包含所谓预测跟实际值不相等的地方 是什么呢 好 这就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一个资料区 在哪里呢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的编号列出来 好 我们发觉是第44 49 60 那上面这个程式是相等的预测跟实际值 跟测试值 所以我们发觉不一样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你发觉在这44是没有了 然后所谓的49 没有 然后60 这是没有 好 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这两个地方 我们把它绘图出来好了 因为所谓的视觉是会更好 视觉化会更好一点点 我们可以发觉在44 49 60 这三个点上面的资料区 是被判断是一个所谓错误的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发觉出来 可以利用所谓的这个的程式 我们看说Iris的一个程式范例 帮资料去做一个分类 然后再去做一个预测 用不同的一个所谓的KMN的一个分类器 我们来去做分类 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更好的结果 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可以把这个程式 download下来去修改里面的一些参数 然后也可以多加的练习 我相信经过今天的课程大家对于资料上面的处理 还有资料的分类 然后我们下面会继续谈如何去选择更好的所谓的演算法 针对不同的资料集来去做所谓的一个模型的训练 选出更好的一个所谓的匹配的方式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